每每颱風過後 撞圍海邊就會堆滿漂流木與垃圾 甚至這次還有小船出現 鄉長沈青山更是到場巡視 並派員先行清除廢棄物 同時感謝東北角風管處 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 地業河川局環保局 在上週就到場勘察 並在30號要進駐清理 我們在上面的山區的漂流木 跟這個南洋市的一些草 撞下來後都貼在眾議的海岸 這次也感謝我們中央各單位 包括縣府 管護書醫所 林務局還有東北角風景區管理處 還有我們管環保局 包括義和局 這次可以說在鳳台前 就準備說在鳳台過後 馬上來進行這個處理 台灣過後第二天星期五 也邀請所有單位人員來做現場會看 預計在明天就是拜日 所有重機器進來之後 盡快把這個海岸線能夠恢復 而沙灘上的漂流木不論是珍貴材質還是特殊外觀 都是許多民眾想要收藏 但這都需要縣府明令公告後才能減時 請鄉親要注意以免觸犯法律 綜藝航空所第一時間就開始去清那本舍 再來今天開始有一些雜物木頭的部分 我們宜蘭分數也會進場到處理 應該這禮拜都會處理到完畢 清理之後 管護我們請宜蘭政府盡快來公告一些雜物比較小的公告 民眾要求去再利用 但是要呼籲民眾說 宜蘭關鍵要不要公告進行 因為海邊大家機關都要在救災 這個時間民眾千萬不要去海邊去繳這些木頭 第一是說可能要不要公告是有違法的問題 第二是危險海邊還在救災 管護盡快來做公告 給民眾開放檢視 在大家成立後比較安全的前提之下 開放給民眾檢視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